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报道,今年5月,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爱好者王先生在社交媒体上透露,他在登顶过程中遭遇缺氧,且被当地向导抛弃。 王先生还公布了其他登山者拍摄的现场视频,展示了他在高海拔,无氧气冠的情况下下撤的困境。 王先生表示,缺氧导致他出现严重健康问题,大脑集中注意力能力受损,同时还遭受了冻伤。 对此,他呼吁后来的登山者引以为戒,并称人祸是冒险活动最大的风险。 值得注意的是,王先生直到近半年后才公开此事,原因是因为他一直在治疗伤势并对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异议。 订阅新闻急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